念佛不断,鬼退病欲 十九岁的生命,在病床上虚弱地躺着 它叫少年恶,眼神呆滞,耳边都是医生的话 这病没药医呀 心情一直淡在谷底 有一天晚上,灯火通明的病房出现一片阴影 黑压压的,风一样的往它的病床上冲过来 哎呀,牛头马面,轻蔑獠牙 它紧张地坐起来 喇嘛阿弥陀佛,喇嘛阿弥陀佛,喇嘛阿弥陀佛 瞬间,鬼怪都被它念佛的声音吓到了 急得团团转,不敢靠近 后来,连阎罗王也现身,威风凌凌要来抓它,可是也被佛号挡着,一步也跨不过来 你太吵了,不要念了,听到没有? 医生不耐烦地对它说 于是,念佛越来越大声的少连恶被移到了另一个病房 一个人用尽力气大声呼唤 拿摩阿弥陀佛 将近五天后,一颗金光向流星落下来,放射光明 把整座医院照亮得如同白昼,除去了阴森森的气氛 阿弥陀佛这时候就站在金色的光明里面 慈悲地向他微笑,给他安全感 好像妈妈怀抱里那个心生的婴儿 隔天,兴奋的少连恶依然不停地动嘴唇 欢欢喜喜出院去了 他心想,念佛真好,念佛真好 拿摩阿弥陀佛 拿摩阿弥陀佛